你又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呼吸不来,好像走不了路 我看到,还是那些日本病 我发现那些日本病 每个人胸前背了两个包裹 胸前背了两个包裹 感觉那个包裹很重 有时刻,在泥泥的道路上面很艰难地卖着万全 他感觉好像背了一个好像八宝箱似的 他从来没有放下来过,一直背着 背着,背在胸前两个大包裹 好像他已经把那锅碗瓢盆都扔掉了 没力气了,背不动了 没力气了,锅碗瓢盆也扔掉了 但是这个两个包裹还是背着 我问你,你猜猜这两个包裹是什么吧? 嗯 是那个...啊? 你说 不是 是他战友的骨灰 现在意识到... 意识到... 意识到什么一个情况了吧? 嗯 也就是说 他已经...基本上路也走不动了 背着那个气也喘不过来了 把自己的锅碗瓢盆都扔掉了 没力气了,锅碗瓢盆也扔掉了 但是没有把他的战友的裹灰扔掉吧? 嗯 嗯 你慢慢把这么一副... 画面 站到脑子里面 我们来换为思考 如果换了中国人 如果换了中国人会怎么样? 不可能做这种事 哦 对 不可能做这个事情 你说换了中国人 应该... 从来没有会把... 对 换了中国人 从来不会把... 这个... 果灰盒背在自己身上 哎 你就说这个事情 换了中国人 从来不会把果灰盒背到身上来 换了中国人 从来不会把... 果灰盒背到身上来 哎 这个果灰盒是战友的果灰盒啊 嗯 连这个开始的... 连这个开始的... 连这个開始的... 这个动作... 不会有 更不会说一直背着了啊 嗯 连开始的动作都不会有 更不用说一直背着了 但是那些日本兵呢 日本兵呢 最后身上全部扔光了 固碗瓢盆都扔掉了 人也走不动了 也背不动了 背不动的时候 首先是把自己的固碗瓢盆扔了 固碗瓢盆扔意味着什么 就死路一条了 但死路一条的时候 他竟然还是背着 他的战友的国会吧 这个好像是不要命了 已经不要命了 公安瓢盆扔掉的话 机会就不要命了 他现在的想法我们看过来 即使不要命的时候 还是不会从那个战友的国会 分离开呀 如果有一个国家 或者有一群战士 就是我即使死了 我的战友还会带着我的国会 愿意带着我的家乡去的话 那你说这些人是不是 愿意跟着那些战友一起同贯共苦啊 就愿意去当兵了呀 是吧 这个是万万没想到的 那就背在他身上 我们插一个插曲 插一个一脉一件事 这样让更好地明白这个事 为什么我们领盘上发现那个 毛泽东的儿子 毛安瑜呢 排出来是没有被那个 美金炸死 而是被他们抓了 但是呢 彭德海啊 虎同那个周恩来啊 骗那个毛泽东 是毛安瑜被炸死了 他的遗骨 就埋葬在 埋葬在朝鲜 其他战士之内都可以埋在朝鲜 那为什么毛泽东儿子不能埋在朝鲜呢 他的遗骸为什么不能埋在那边呢 大概周恩来和彭德海说的这个事情 一定要从其他战友一起埋在朝鲜 实际上是没有遗骸嘛 就蒙不顾气了嘛 就找那个借口 这个之前在中国是蒙不顾气了 如果是在日本 如果是日本的军队里面 就蒙不顾气了 你看 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他过完瓢盆都扔掉的情况之下 没得气了 走不动了呀 走不动了呀 过完瓢盆人 扔掉的情况 他还在那个爆炸的战友的国会啊 你现在 你对那个 那个日本人说 你把这个交给我 你把这个交给我 我帮你带回去 我帮你带回去 你知道 你交给我 我帮你带回去的 卸下这个附会 那个人能走路了呀 也能呼吸了呀 嗯 啊 张哥 你就想着啊 你对那个日本人说 那我就带着他去先走了啊 那我就带着他去先走了啊 我带着他去先走了 就帮他带回家了啊 你在原地 你在想办法是回去也好 怎么怎么整也好 就这个意思啊 那我就带着他去先走了啊 然后 你想看呢 你把他 哎 你想到 你现在想到 带着他去行李啊 带着他去扛他 把他交给他们的家人了啊 把把国会交给这个家人了啊 把国会交给这个家人了 交给这些家人 那日本人一想 我要把战友的果快要送回去 这个任务完成了 这个任务完成了 然后 他也就安息了 这个灵魂也从你身上下来了 你帮他实现了他的愿吗 帮他完成的任务 这样 把这个沉重的腹壳卸下来 他就能走路了 我看你 他就要睡着了 那先把这个卸下来再做 不是说睡着 就是呼吸一下 那个肾脏在里面 那先 先把这个 这个聊了 先把这件事情聊了 没有画面了 你没有跟上来 我先把这件事情 把那个卸下来再做 接下来说 如果你 如果还有事 你后面再找我 这个一盘拿下来了 不能走路 然后呼吸不过来 是两个 沉重的 裹挥和 绑在他胸前 这件事情也完成了 如果完成了以后 你感觉后面没啥事了 到明天再说 如果你还有事 你再找我 这个事情 你卸下来了 看你后面 再那个 再恢复情况 如果有问题 你再找我 那先这样 我看你体验不好 那先这样 好 再这样 啊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